说法堂可能 您知道吗 说法堂就是说戒传法的地方 那么这个说法堂 是我们古信向寺遗址 就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背后这两株三树 是古信向寺的银客松 肯定有人就会亲身怀疑了 对吧 为什么 种植于隋代的古信向寺的银客松 经历一千多年的历史 却长得这么小呢 对吧 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棵树呢 1960年因干旱死掉了 干旱死掉了 后来不断了 那这里呢 最早以前在成都城市规划的时候 我讲的这个城市规划 不是现代城市规划 是讲的刘备定都于成都的城市规划 刘备在四川省定都了之后 在成都做了一个城市规划 把成都市的城建面积扩大了一倍 但是把城北的这一片地 规划为一个芙蓉林 种的是芙蓉树 不是荷花那个芙蓉花呀 是芙蓉树 种了芙蓉树之后 一到夏季一到春夏之江 那整个城市都飘着芙蓉花的那种香味和芙蓉树的花发 非常非常美妙 那么这里曾经是一片芙蓉林 我们一直到 我们的现象是建设在这里 从隋代一直坚持到什么时候 一直到宁末 宁末之后 大家可能也知道另外一个历史事件 就叫张献中屠川 张献中屠川之后 整个四川省成都市 以前非常富裕的地方 十世九空 民生凋敝 基本上就没什么人了 没什么人了 那后来的时间 大家也知道什么湖广田四川是吧 从外面移民到成都来 移民来的时候 我们的清代的初代方丈 来到这里的时候 只剩下这一座大殿 而且顶上连盖子都没有 被拆了 被战火所毁 于是他在两棵松树之间 搭起一座草庐 就是我们现在 尊圣状菩萨状这里 搭起一座草庐 在草庐中间点青灯雇佛 自己抄写黄卷 以青灯黄卷相伴 但是这个行为呢 是他自己的一个学法行为 却引来了四川省的一个小小的轰动 这轰动是什么呢 一个老和尚 你点一盏灯 看你的精 那是再普通不过的事情 但是呢 当时的四川非常穷 穷到 大家吃不起东西 可能吃点草根 吃点杂粮 吃点野菜 就过日子了 读书人想读书啊 你根本没条件 你白天都得上山出去挖野菜 等你做好饭了 太阳下山了 你想看书 没时间没机会 怎么办 有一个老和尚点个灯 那就去借光呗 就好到 就十里八乡的 喜欢读书的人 全都好到这里来借光 就借着老和尚的光来看书 后来这个传统呢 越来越发展得越来越大 来这里的人越来越多 这里点的灯也越来越亮 点的灯越来越亮 惊动了谁 惊动了康熙年间 当时四川有叛乱 四川叛乱是白年教嘛 白年教的前身 叛乱之后 康熙调部队评判 第一次评判失利了 剿匪不得力 康熙皇帝 把四川总督直接大免 换了新任总督进来 新任总督从陕西进入四川 从成都城城北门进川 进入成都市 来到成都市的时候 从我们北门过来 大家都知道 我们文书院背后就是北门 对吧 就从文书院背后过来的 过来之后 首先进入了我们这片芙蓉林 他来到临终之后 一看火光冲天 火光冲天 火光之中仿佛有东西 在变化 他却看不清 这个时候 当时的官员呢 他是很有思想的 他就想 我是地方政府 我是一把手 对吧 我是父母官 我来到这里 这里就火光冲天 证明什么 我人不行 对不对 证明我给四川带来了灾难 这个是不行的 马上组织当地的四川救火 四川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知道是读书人在这里读书 四川也不好说 也不敢给 不敢给父母官说 他说 他说 这个真的 你放心 这个不是火 不是火 那个 四川省总督 姓吴嘛 吴总督 他当时就怒了 说 本官亲眼看见火光冲天 你们居然说没火 对吧 你们这个都敢蒙我 那不行的 组织人救火 马上组织了 救火队就跑到这里来了 大家拿着工具 对吧 接了水 挑着水就过来了 来了之后 把我们在这里围得 水泄不通 那个父母官 亲自到火场来 来主持 泼第一调水 对吧 还没泼一看 一个老和尚 带着一群读书人 在那读书 那这个事情 就引起轰动了 他我远光火光冲天 近处却只有一位老和尚 坐在火 坐在灯光之中 带领读书人读书 读的是圣贤书 他后来 后来他就给康熙写了副信 他说 从北门入属 入荣 刚入荣池 见芙蓉林中火光冲天 火光冲天 有文殊菩萨显圣 教化纯都市民 他就这么给康熙皇帝 写了一份奏折 康熙皇帝看了非常高兴 他说 我才当皇帝没几年 对吧 就有文殊菩萨显圣 那说明我这个皇帝当得好啊 是吧 非常高兴 于是 定文殊院为传法之地 教化四方民众 皈依正道 走正路 引领四川文化发展 就是这么回事 大家现在仍然能看见两个字 空灵两个字 为康熙圣 清圣主康熙皇帝 金敌所写 空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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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灵